我讲到怎样去帮助人去激励人 有些人用律法的方法 律法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要祈祷,这个是最直接的 你要祈祷 有些更加不好的就是批判 你没有祈祷,你没有悔改,你犯罪 神不喜欢你,批判是最不好的 因为带来的后果是令人受伤害 更加失望,这个最不好 第二种就是直接律法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快点悔改 你快点做什么,快点做什么 这些不是错,不过 我们圣经讲的很多经文都给我们看 是有恩典推动的 这种是没有恩典 恩典有一种就是 只有一句 譬如说,你祈祷,神就帮你了 你做什么,神就帮你了 你悔改,神就赏免你了 你遵从神,神就会纪念 你侍奉神,神就会赏免你了 就是一句 那这个就好像,你乖 就有福气了 只是一句而已 那那个恩典的推动力不是那么大 但如果被人看到,神是创始成终的 我希望大家,这个教导入了你的心 因为我们生命改变 譬如先,庭顺分享 他都说到神如何改变他 就是神原来,创始成终的 不是我们首先乖,是神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乖的 所以由创始成终的说出来 神就更加容易激励人 我现在示范一下,有一会儿可以练习 譬如说,鼓励人 祈祷 很多人就说,你要祈祷,你不要不祈祷 只是说你要做什么 但我们就说,神是一个丰盛的神 神里面有无限的恩典 世界是祂创造的 天堂是祂创造的 所有美好的恩、工作都是祂创造的 祂是很多礼物 而祂救我们 就是为了给一个好 叫我们的生命提升,可以进入神的计划 祂又感动你 带领你,感动你去亲近祂 你有烦恼,亲近祂就会平安 这些恩典 很多人都经历过 他做什么也经历 很多人都经历过 他倚靠神真的平安了 想骂人的 他亲近神真的平安了 他本来没有力 但祈祷就有力了 那我们怎么去鼓励人呢 就是说,神已经改变你了 神已经感动你了 当你一回应神 你一听话的时候 你一祷告,神就很欢喜 神就将礼物交给你 他就改变你的生命 就是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无限量 他会给你无限的力量 无限的恩典去加给你 你是否想问些 我现在有回应一个问题 也是和这个有关的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些人亲近神 他就会有些其他的意念 走进来了 又烦恼啊,不开心啊 想起一些发生的事啊 于是呢,他就一想祈祷 又会 就是他思想走来走去啊 或者有人帮他 他又思想走来走去 说话走来走去 那怎么样呢 我也是用恩典去推动的 比如有个人 告诉我这个情况 我就会说 都挺辛苦啊 这个是辅导啊 就是说,看书 我知道你辛苦 那你想不想个人呢 可以轻松回 开心回呢 那他想不想呢 那他想 那好了 那非常好 那你想呢 非常好啊 你想能够思想 想到神 想到神的美善 于是他人开心了 那我就会 就是会欣赏他 我欣赏他 先呢 原来呢 你发觉自己的思绪 走来走去 你都觉得是有问题的 你就觉得不开心 这个都是神 给你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哦 就是你是想改变 不过呢 你想祈祷了 为什么祈祷的时候 又想起烦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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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你知道这个困难 那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困难呢 就是因为 其实人 我们训练耶稣之前都是罪人 那我们训练耶稣 是不是改变了呢 未必了 所以那些思想 很多世界的影响了 世界的影响 那些人衰啊 事情困难啊 我有失败啊 很多事情都 环境有困难啊 于是很多人 就被这些事情困锁 这个不是就是你的 很多人都是的 那基督徒 怎么可以得胜呢 原来神呢 他知道人的思想 那么混乱呢 他已经早有计划 去帮助我们的 首先呢 他是 他怎么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这个一步步的 可能不是一下子 能够完全改变 更新改变 给我们看得到 你一条路是光明的 你可以更加深清的 你可以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的 神有一条路给你的 而他会 圣灵感动你的 他会感动你 那么呢 好了 他一路带领你 他会知道你的困难 他知道你辛苦 他是想帮你的 那么 你怎么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呢 那就是 原来呢 我们里面有装了很多 一些不好的 就是魔鬼来偷窃 杀害毁坏 你心中有很多 这些负面的东西 就影响了你能够 祈祷专心 但是神呢 会提醒你 这些思想是不好的 哦 圣经又教我们 这些负面思想 啊 憎恨啊 憎恨啊 是不好的哦 那么呢 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可能你呢 假设 人呢 开始的时候 是有八十 百分之八十 或者九十 是垃圾在生命中 很多垃圾啊 很多负面的东西 那神是怎样呢 神接纳你的 神知道你辛苦 神呢 就会把真理放在你里面 那么可能你一下子 不会收到那么多哦 你收到一样的真理 神爱你 这个第一个真理哦 神爱你 神会帮你的 那么可能呢 这个真理进来了 你的心里面多了个真理 但是呢 你的心仍然在想着那些烦恼哦 仍然被那些烦恼影响哦 但是呢 你就说 神会帮我的 那心平静了百分之一 或者平静了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十 神会为我开路的 或者有人跟你祈祷 祈祷呢 松了一点哦 啊 有进步的哦 那么神就 他说话呢 就鼓励我们了 原来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想着 即是说你改变少少 神都喜欢的 神都会帮你的 于是呢 你开始有的那么多改变 神就很欢喜了 神就会欣赏 那么呢 怎样继续进步呢 神帮你和神恩上来 两个恩典 神帮你和神恩会接纳你 好了 那他怎样继续帮你呢 他会继续改变你的思想 那你的思想呢 是用圣经去调教 可能思想一些经文 神的应许 神真是陪传我们 我讲律法都会讲恩典的 律法是你看思想的经文 圣经说了 神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立志行事 你会不会有心想去找耶稣呢 这个是神叫你立志 但是你都会有个心 就说我要烦恼 我要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罪的立志 那你知道呢 开始分辨了 原来我就会多些跟从神的心意 去立志行事 那你越是立志行事 你越是想这个经文 越是想神的恩典 你那个改变就越大了 就是给他看到 你有那么多的改变 你可能 你的心百分之八十 是很多不负面的东西 你只有百分之十 或者二十的小小的恩典 但是你触实这些恩典 你有进步少少了 那你就感恩了 我有进步 今天开心了少少了 你可不可以现在赞给神 开心了少少 有进步 你继续进步呢 你就越来越多了 你可能一日多些 一日多些 你觉得 两三个月之后 开始的人呢 就充满多些开心了 多些平安起来了 那些负面呢 就减少了 那你就赞一下自己了 你进步了 耶稣感动你 你又在回应中了 这个呢 就是我借先用的方法 就是说给他看到 虽然他很惨 但是神接纳他 神会帮他 他只要继续给神的话语改变 还有用一些 处理垃圾的方法 这些垃圾 不重要的 那些人 比如说有些人 罪人总是会骂人的 罪人总是会伤害人的 这些人不需要放在心上 他不会真的伤害到你的 反而神的恩典 帮到你的 那就是用恩典去帮他 他都给他看到 那些垃圾不要剔了 那可能进步得很慢 那有些人呢 那思想比较单纯呢 就进步得很快 有些人思想复杂 就进步得慢 但是总是在进步 就行了 当他进步多些了 感谢神 我这陣子真的好了很多 你又赞他 哇这陣子你真的懂得 赞美神哦 你试试每天赞美神 感谢神很多东西 进步了 你这样继续下去 就越来越好 那你就说 哇前面尽都是光明 那就 这个被他接受到 原来有时不是一下子改变的 但是逐渐改变 神都欢喜的 那就 另一种情况 就是说 有些人他是想想好的东西 但是总是有些不好意念出来 其实罗马书七章 不是有讲到这件事情 我立志为善的时候 就是有恶与我同在 那这个就是有时会弹出来 那第一呢 那个反应就是 不要觉得这么大件事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有软弱的 那 但是我们尽量将更多的圣经观念 在 即是 食了这圣经观念 入了心 就是 某些金句 整天都记实 我爱神神 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眼睛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 我整天都记实 这件事 那么 放多些好东西 在里面 那些垃圾 又清多些 那人呢 就会进步 那又欣赏了自己 那 你就会发觉 那思想更加清的 那 我来说呢 我是这样的 我形容我的思想 给大家听一下 我整天呢 尽量是一个放松的状况 譬如有时 有些人伤害我 我是很快说 这件事不要紧要 我用回圣经 回答我自己的 神一定会保守 我听神说 一定会祝福 那我整天都一个状态 是什么呢 神是很欢喜的 我现在在做神吩咐的事 神都不知多开心 神是提升的 一定有开出路 不要紧要的 不用要我的速度 神的速度就可以了 神给我预备 我就去做 那我就轻轻松松 哈利路亚 今天又帮到人了 感谢耶稣 有改变了 哈利路亚 就是我基本上 整天都是一个 尽量放松 和呢 是 轻散的状况 那我就 我亦都是 很多时候这样的 有时我带人祈祷 我都会这样的 我说 你把那些重担 好像是一个口吹出来 好像在里面 在里面的心中 吹出来 然后呢 耶稣的恩典就进来 耶稣进入我们里面 啊 啊 好像由上而下进来 就进入个心 哦 那你要发觉 这样做呢 有一种舒服感觉 进入个身体 耶稣叫我好舒服啊 那我 好 就是我 真的在我 生命中 我现在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这样 那我就发觉呢 身体又健康 心 心灵又舒服 啊 心境又舒畅 那这个就是 我发觉的秘诀 就越来越少 就是 根本是很少 有时一闪过 一些不好的意念 立即清掉它 又不用觉得很大件事 我都是罪人 有罪的意念 立即清理就 就行了 不用那么介意的 也都立即求主赦免 我感谢神呢 自从我经历圣灵 后来有起落 那我就尽量整天 留着起落的状况 当我一不起落 我就留意到了 一被人击 一有点烦恼 猛症 那我立即留意到了 那我留意到了 我知道有问题了 那我立即理性上处理 那需要不需要介意 我怎样可以处理 神的方法是怎样 神的思想是怎样 然后我就立即处理 这个思想处理 接着我就赞美神 神的同在 即是 这个心平稳安静 哈 里路亚 哈 我发觉这些方法很有用 整个人都松了 哈 里路亚 哈 好像神的灵涌入来 由头一路入脊椎 入到心 整个人都松了 你可以感觉到一种舒服感觉 那我就发觉 那些不好的感觉 是很少停在我心中的 是的 一个过程 是的 过程来的 那过程就是 当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 你就不会走回去 那一个滚水的感觉 是的 没错 但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都需要 或者学师会不会讲一讲 是怎样可以帮助自己 在港温 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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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神呢 我就觉得很紧要很紧要 第一就是神的同在 第二就是欣赏自己的进步 因为很多人就说 我还是有烦恼 这样你就 哎呀 很多人跟我说 我有处理 我处理 不过我今天又猛了 我今天又想起这些不好的事 我说不要看得那么重 当然是罪了 立刻悔改了 但是不要说 哎呀 我又失败了 我又死了 我又输了 而是呢 我又在进步 那那个正面思维 会加强自己 那这个是时间的 真是 圣经的话语 装满自己 就是我是在捉很多 圣经的应许 你经常听我说 就是我捉紧了 这些应许 我又捉紧了神的同在 我又深信 走神的路最好 所以这个一路改变 那其实我经历四年之后呢 我是即时整个意念改变 我听了神话 当时来说呢 是外界的侵犯 令到我 里面的 即是不平了 那但是我就 那这些不重要的 那但是我都发现呢 里面有一些 不是很 服气啊 嗯 那我都是一路处理 到我自己的服气为止 和我看回于不好的经历 原来神都是在做好事的 那我就会 降伏在神面前 你都是在做好事的 那这个过程呢 那这个过程呢 是 在 其实很长的过程 1998年 我经历四年之后呢 是有很长过程 是 处理不给别人的影响 和如何清理垃圾 如何在别人一路 讲不好的东西 我即时可以处理 这个是我 学习的过程 那就是 和如何变得平稳安静呢 都是一个过程的 但是你听完我这些经历 你可能就不需要 那么长时间 其实我很早期 已经是好起落 但是我 如何保持 亦都不被人影响呢 这个是 那个稳定性 和 接着受很多教导 譬如现在 那些恩典 帮助人 这些都是一路 过程一路学习 我就感谢神一路教导我 那希望大家都 要 总之你有进步 你就感谢神 我没有 然后我就会 拿我 就只是插板人 但是 接着我就 呼求神 哇 真的不停求祂 我求祂 我求祢 就是给我 真的好像伊尼亚那样 我做错了什么 我现在好了 在呼求祂 跟祂谚心吐意 就是把我的怒气 不是给那个人 是我走了 我都 真的不想再 跟那个人 就是犯罪 就是变了 而是我 忍着 住啊 住啊 然後走去 然后就是 哇 刚才你看到的 就是我的 你看到的 哇 我很胃屈 我现在很难受 很辛苦 就是一堆嘔了给神 就是我相信 就是我相信 就是我真的 就是一堆嘔了给神 接着之后 我不管啊 我现在做了理想的 我真的 不是在以前那种 和别人 fight 那种东西了 但是我很委屈啊 他真的每一次呢 他会在第二度安慰我 即时 在这里 又是叶牧师 上次好像说的 就是突然间 有一个 什么 被别人 不会被人影响 那种 那种 之后呢 之后呢 我发现了 是会这样 他原来呢 在这个过程 我自己 我跟着就开始 原来呢 很多东西呢 是一个 好像所谓 被试探 就是 来到的时候 你再选择 是用神的方式 或者是旧有的那个我呢 当你 真的走 迫出去了 再用旧有的那个我 而去 去纯服的时候呢 他会一百 百分之间 谈到去 安慰你 给你 那样东西了 然后我就 原来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就 跳了 平时的我 就 学会了 如何避开 那种试探 再来的时候 又来了 但是我今次就是 走到他的路 慢慢慢慢 但 就 那个所谓 平时的方式 委屈我呢 我就越过了 嗯 就开始做回 就是做到他 想我做的 我觉得你很聰明 懂得向神说 我有多委屈 多委屈 我真是这样 我真的不懂的 我就在冷静的时候 我就 自己有一个理性的方式 去想一下 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 我那么愤怒呢 其实如果是太过愤怒的时候 你会伤害自己 是啊 所以不就是 撑住 是啊 不是撑住 不是撑住 因为 因为 不是 我会选择原谅 我会 找出那个原因 是啊 一百个理由 去找回去 不用一百个理由 就是 我会去找方法 不是 我就是游腹套 穿曬了 但是 但是 接着就是 会 吐完给他 我就 吐完之后 算了 他没心的 原谅他 可能他都被攻击 可能他被受过才是这样 可能他很委屈 就是想一百个 是 爱回他 我会是 接着我会去找那个人 你记得我啊 昨天被你骂那个 我真的这样 然后我就 对不住 我真的跟他说 对不住 昨天可能我都让你不舒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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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的 但是很对不住 我都不想令到你这么不开心 我都有做错 很对不住 我是想在这件事 不是 因为 我觉得 我觉得我都有责任的 就是不要理谁是对错 其实 我都不理谁是对错 而是 我很想 我很想安慰 我很想 将这件事 平复 大家 可能都有错 或者不对 什么都好 都没有人想 但是我很想 我都 明白你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不是 只是 就是 谁是对错 已经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是这样 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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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其实我们之前 几个 分享的 都是一些很好的分享 就是你们都有这个 深处于你生命 就发觉进步了 这件事 就是有个好的 那你刚刚 有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人 为什么世界上 还有些基督徒 或者有些 牧养人的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生命的问题 那这个是可惜的现象 是可惜的 就是好像 看了七个教会 都有 有好有不好 那我们基督徒来说 首先我们自己得意志 不要带伤 如果带伤害 就很凄凉的了 所以一定是得意志 那 而我们怎么样 那些人的不好 我们觉得可惜 耶稣都觉得很可惜的 但是耶稣又看到 有些人在进步着 那我们感谢神 给我们的教导 都是我们就 就是 享受神 能从神得力 进步 一样进步 就是欣赏神的恩典 欣赏自己的进步 而有什么不好 呢 立刻清理 因为他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吃呢 那我们就不受落了 不受落的时候 一天 就是每天都不受落 就慢慢清理了 慢慢清理 就是在我们群体中 第一 学习到清理生命 主理生命 第二 就学习到帮助受伤害的人 就是我们不能够改变全世界的人 但是我们能够接触到多少个人 就改变多少 那这个就是一个正面思维 但是如果你说 哎呀还有很多人很败坏 我们做不到 改变不到全世界 这个是他负责的东西 但是我们改变到 我们就改变 那我们就正面看 就算不好的 我们都正面角度 我会改变人的 我会祝福人的 OK 好 希望 这个恩典推动 推动我们有动力 那我都很感谢主 今天的讨论是非常生动 非常之会派 非常之可爱 是的 感谢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